蘋果執行長庫克二十一號晚間親自前往上海 為蘋果公司亞洲最大零售店開幕 現場被數千名果粉 自己的水泄不通 還得動用警力維持秩序 但是風光不到一天 今天就傳出 美國司法部和多個州 對蘋果公司提出重磅控訴 美國司法部長指責 蘋果公司的壟斷舉動 是要讓其他公司的產品變更糟 阻止消費者使用非蘋果製造的產品 美國司法部明確指出 蘋果刻意減少Android訊息 在iPhone上的顯示方式 在iPhone作業系統上封鎖對手 發布的應用程式 並限制競爭對手的智慧手錶與iPhone配合使用 這些都讓消費者不得不買蘋果 但是果粉看法不同 蘋果公司否認司法部的指控 並發出聲明表示 這起訴訟可能會開創危險的先例 在全球創造尖端產品的能力 在新聞綜合報導 通常會從水 vin 4 authorizeddy headlines 證明 4 19 19 8